靈馬轉給朋友的功能 是對上各量量開始新增的 我們今天難得接受訪問 所以可以給大家玩家看看一堆的六星馬 大家可以知道這些樣子 就是在遊戲裡面大家有機會抽到的好馬 它們是一些非常出名的 可以講解六星馬有什麼特性呢? 比起五星、四星那些 六星馬當然它基本能力是非凡 非超過一般馬的能力 然後它是世界出名的 你持續六星馬 你在賽場上能夠犯錯的空間會多一點 它都可以做到一個非常好的成績 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因為你在每一場賽事裡面 有些東西不能夠自己控制到 比如不同對手的位置等等 這些六星馬就比你更加穩定的發揮空間 當然你說如果一個真是高手 它五星馬都可以跑到一個很好的成績 不過它需要更多的天使地理人 聽說頸目需要有些玩家的策略 沒有什麼介紹一下嗎? 沒有問題的 我們現在進去示範跑一場給大家看 我們選一隻馬出來看看 哪隻好呢? 我們不如試試精英大師 不過它要拍跳 這隻Keep Impact就是大震行的改變 這隻東贏聲語試試一下 我已經粗好了 我們試一場簡單的G3 選一場1600米 示範給大家看 它有分手動拆棋和自動拆棋 沒錯 就是這個畫面 可以選的 如果剛剛新開始玩的玩家 我們可以給一個特別的功能 就是電腦可以幫他騎 因為有些人可能控制上面 不太習慣 可以選擇電腦騎 如果想挑戰自己 我們可以選擇紅色的自行測棋 在跑之前 最重要是要留意它的跑法 這個要記在心裏 出閘和沿途走就要留意 現在這隻是居前的 居前的意思就是一開始要放光它嗎? 居前的意思就是不要放那麼前 OK 大概在2、3、4位 對 到後段才會搶上去 現在是開跑的 留意著這個速度計 保持在GOOD的裏面 某一個要點 現在我們示範的這個跑法 就不是一般的跑法 因為本身馬的基本能力很強 所以它一彈出來 你可以看到它已經超離了其他馬 頂先鋼 這個時候作為操控的力 你就要決定 是否跑來它一般的正常跑法 還是保持住這個位置 你看著 因為這隻馬處於望空狀態 我們偶爾要拉一拉它 否則這隻馬的速度會越來越快 就失去了節奏 你看到我們如果操控是完美的情況下 那個紅色的耐力計 是會保持接近上門的狀態 沿途也是的 所以大家這個是要留意著的 因為這個會非常影響到 在直路的時候你有多少的能量去爆 所謂的 即是最後的那段落計 是的 如果你能夠前期完全保持那個紅色 是不下跌的話 代表你的跑法起碼是正確的 然後到打邊這一下 這個又是另一個關鍵的位置 你看到我們是很有節奏 亦都不需要不斷地打 它的目標其實是一個 保持著這條速度計 在最高的狀態 你見到它一跌上來 就很快會重大上去 那就是因為我們打邊的時機和節奏合適 你見到它的能量還有一大段 時間就非常快 這個是一個超班情況下的跑法 但是基本概念就在這裡 當然如果其他馬群的基礎能力上升 它都會早段會更加麻煩得好 嗯 就大概在這個情況 我們拆棄了 是的 我關了你了 其實我可以反而講講